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好朋友 各位嘉賓 多謝各位出席 《團結香港基金》的成立典禮 我們今天的顧問和嘉賓 有老 有中 有青 橫跨 大半個世紀 包含了聰明的年輕朋友 幹勁十足 充滿智慧的社會的精英 還有有心有力 經驗豐富的資深朋友 不是說你們老 大家也一定很高興 在這裡見到很多很多新的面孔 我希望今後我們不斷有新的力量加入 特別是年輕的人 大家從白亡中秋空出席 是因為大家熱愛香港 因為香港是值得我們大家熱愛的 我們 除了一個迷人的香港海港之外 其實什麼天然資源都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達到差不多全民就業 人均每年生產總值幾乎超達三十萬港元 我們交的稅是全世界最低的稅之一 但是我們的公共服務 包括醫療 教育 社會福利 交通 基礎康體設施 無論從收費和服務的質素角度來說 都是被其他國家覺得羨慕的 這個一切一切 以及我們的法治 都是香港的驕傲 所以我們不應該自己矮化自己 事實上 香港在特區政府領導之下 是做得不錯的 當然我們面臨很多挑戰 有些挑戰是中長期的 也有些挑戰是目前要面對的 有些挑戰是長久留為留下來的 也有些是因為新的環境 新的世界大趨勢所造成的 香港有獨特的情況 有我們獨特的挑戰 要克服挑戰、建設更好的香港 當然是特區政府需要牽頭的工作 但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 可以集齊全部人才和智慧 香港的民間是很有思想 很有智慧的一個保護 融合了全球的視野 創新的思想和傳統的智慧 我們成立團結香港基金 目的就是要好好匯聚 香港最出色的思想和智慧 透過多角度的研究和討論 創造解決問題的新思維 然後有系統的集結這些智慧 是形成公共政策的建議 提供給政府、公共機構和整個社會作考慮 智慧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 會公開、透明、完整地呈現給公眾人士 以鼓勵公眾參與討論、廣立民意、凝聚社會的共識 基金除了作為香港民間支庫的保護 除了為建設香港出謀憲策之外 亦會協助從政人才的培訓工作 香港是不同的領域 有很多極出的人才 唯獨是從政人才 是不足夠的 他們的培訓需要加大力度 各位 根據一份報告 至乎在每個發達國家和很多發展中國家 變成現在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 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他們的工作到處都是受到社會不同地方 不同國家和社會重視的 全世界有6800個住戶 以美國為最多 中國排第二 我們香港當然地方小 起步得來比較慢 大概有30個住戶 團結香港基金今天從一個小的開始 希望可以成為一間有信義 有規模的香港民間住戶 實實在在為香港未來的發展作出貢獻 我現在想講講關於香港目前面臨的挑戰 香港面臨不少挑戰 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只能針對其中比較重要的幾項 來講一講 當前最必切的挑戰 是政改的爭議 以及它所引發的佔領行動 面對政改爭議 我們有兩個選擇 一個清楚的選擇 是通過政改方案 讓我們於2017年 由全港五百萬選民 一人一票地選出我們的特首 然後可以根據第一次普選的經驗所得 按照基本法的機制 進一步完善我們的政制發展 2017年全民普選特首 是自從97年回歸以來 最令人振奮的歷史性時刻 另外一個選擇 是原地踏步 大家可以想像到 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 並不表示我們停滯不遲 更可能導致的是不斷的倒退 全港可能會有沒完沒了的抗爭和來耗 在這個情況之下 香港可以不倒退嗎? 政改爭議所引發的戰令行動 已經對香港造成很大的傷害 經濟已經開始加速下滑 社會嚴重兩極化 法治的精神受到嚴重的損害 佔領行動也大面積地 擾亂了市民平常的生活 影響很多家庭的生計 使民間的職員越來越大 大家看到一百八十多萬個反戰中的人士 用他們的簽名表達了他們對反戰中的立場 佔領人士不可視而不見 一意故行 政府希望能夠和平結束 佔中的行動 但是也不可能 長時期任由社會的敵罪受到破壞 不可能長時期有法不已 政府已經做出了最大的誠意 願意向中央提交一份民情報告 便建議為2017年以後的民主發展進程 成立一個多方交流的平台 而且政府也建議在第二輪的資訊過程中 可以就提名委員會的選舉辦法 投票方式等 盡量增加民主的成份和透明度 我們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去做好這方面的大量工作 時間的緊迫都不得了 故此我呼籲佔領人士和泛民的朋友 結束佔領的行動 這些為爭取民主付出了很多 但是全港市民亦被必作出更大的付出 現在的時候 現在真是結束佔領的時候了 將你們的爭取所得的得到的落實下來 時間是不會等你們的 香港面臨的另一個挑戰 是中港關係 我時常把香港好國家好 國家好香港更好 這句說話掛在後面 有人說 你講來講去都是這句說話 說得太多了 人家都聽得厭了 但是這是關乎香港福祉的基礎 我們是國家的一部分 與國家血脈相連 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 其規模之大 在人類歷史上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 而且享有一個兩制的獨特優勢 如果能夠把握好 繼續把握好這個歷史的契機 將會為香港經濟的發展 不斷不斷地鑄入新的動力 一致人會為年青人帶來大量向上流動的機會 香港有些人對國家認識不深 共和國立國只有65年 是一個年青的國度 立國的時候 白費待舉 過去幾十年 國家在經濟、政治和民生方面 舉世觸目的成就 在民主、法治方面長足的進步 使得14億人民感到幸福和驕傲 如果香港有些人感受不到這份幸福和驕傲 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去認識國家和民族 很多香港人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認識 只是一些數字上模糊的概念 包括GDP、經濟增長率等等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用心去了解一下 比如說經濟發展使數億人民脫貧 一個非常動人的故事 現在全世界都奔向中國 如果香港人不好好把握中國的機遇 吃底的是我們香港人 我們明白 對國家的認同 是不可能強加於其他人身上的 必須讓他們透過認識國家 而自發地以國家為驕傲 這項重要的議題 稍後的論壇 和會議都會說到這些 各位 香港的奇蹟 從來都不是靠運氣 我們的成功 另一個重要因素 是我們的法治 特別是司法制度 我們司法獨立 法治的精神 從來都不容侵犯 確保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法治精神 是文明社會的基礎 我們不可以為了追求民主而破壞法治 在這裏我再要重複一次 佔領的運動是違反香港法律的行為 法治的精神 來得不易 我們一定要珍惜才可以 最後我想說說年輕人所表達的訴求 大學生不滿缺乏向上游動的機會 而沒有讀過大學的年輕人 更加看不到出人頭地的一天 樓價高企 使年輕人擔心 新勤工作多年也買不到樓 這些訴求 我認同的 我相信香港的市民都是認同的 以上有些香港面對的問題 不單單是香港的問題 也是全球的問題 是經濟全球化 和科技急速發展衍生出來的問題 當然香港樓價軌 是香港土地供應嚴重不足的問題 事實上上述一系列的一連串問題 香港政府最近幾年來都在高度重視 在努力 其實專家們都說 滿足年輕人向上流動的訴求 是有辦法的 去年香港經濟以4.8%增長 以一個成熟的經濟體來說 這是相當不錯的 今後 如果要使得年輕人 能夠有不斷向上流動的機會 我們不單要有新的動力 使經濟繼續增長 更加需要是什麼呢 更加的需要 就是我們能夠 經過新的經濟增長點 能夠提高 提供高端就業機會的 新經濟活動 科技及創新 能為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動力 從前 創業需要很多資金 今天創業靠的不是資金 而是靠科技和創新 另一個新的經濟領域 是由於內地財富不斷增加 而香港也有相當 也已經變成相當富裕 導致香港對藝術和藝術品的市場 名儲、美食等消費方面的需要 都是急速的提升 我相信以上種種的發生 特別會對年輕人就業和創業 提供一個新天地 創造這個新天地 政府的責任就是提供教育的機會 尤其是在專上教育和職業培訓方面 一定要加大投資的力度 社會各界亦要與政府 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將香港建設成為一個 創新創意創業的新社會 當然我剛才說的 香港面對的挑戰還有很多 但是我沒有時間 一一跟你們說 現在讓我簡單地說一說 基金會今後的工作部署 目前最必設的 是令政改方案 得到社會支持 使到法案能夠稍後 在立法會得到通過 同樣必設的是製造條件 出使佔領運動 能夠盡早和平結束 另外一個需要優先處理的 是年輕人面對的群境 和他們提出的訴求 基金會會建設香港 成為一個創新創意創業的社會 盡早開展學術研究 舉辦論壇和圓卓會議 卡納年輕人和持份者的意見 以作出具體的建議 使其能盡快落實 至於香港面對其他中長期的挑戰 基金將依照他們的先後患急 定出優先的次序 於明年初開始開展學術的研究 我們將會將這些研究的所得 推介給政府和社會 我希望基金會的活動 能夠幫助大家看清前路 構思明天 想像未來 然後凝聚我們集體的力量 攜手做好香港 祝福市民 多謝各位 在這裏我特別想說一說 對我們80多位的顧問 他們對這次的努力 踴躍的支持 多謝你們 我知道你們差不多每一個都來了 第二 我想說一說 到今天為止 我們基金會的工作 是有三個全面的 其他很多很多很多義工 對全面的 但更加重要對義工 我在這裏表示對他們的多謝 多謝各位今天來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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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